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修地藏法门想求什么得什么 要怎么做 心跟地藏菩萨的妙定相合 求得愿就能满足 你得知心念地藏菩萨 把自己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转成一致 你就是地藏菩萨 才能达到这种书庙的境界 为明文 为立养 为要做功德 你也可以 或为仆史略说一下 家里要想请几个庸人 或者你要开公司 被雇佣几位职员 这就算是仆史了 或者你家里要请保姆 也算是仆史了 向这些情信求地藏菩萨加持一下 好像地藏菩萨什么事都管 目的是 你要至心念他的名号 等你念灵了 你自己的心思产生变化 十轮经是要转变你的烦恼 前面是续分 说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 让你生起了一个信心 要我们相信地藏菩萨 你的心要是能信地藏菩萨 你的心就能跟地藏菩萨相合了 而后 把你的心转成地藏菩萨的心 地藏菩萨的心就是大愿 你也随时随顺地发大愿 地藏菩萨就是随着诸佛菩萨发大愿 我们学他 我们也发大愿 他为了成就我们 是我们跟他的愿一致 使我们的心跟他的心一致 佛佛道同 你若能够至心诚信地念诵 归进地藏菩萨 那么 你以上所求的都能够得到 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 地藏菩萨入了那么多的妙顶 由那个定产生那么多智能 他能转化我们的心 在他加持你的时候 不是他给你的 而是你自心生起妙用 自然就具足 不要想地藏菩萨会给我们什么 而是你自心生起的功德 生起的殊胜 你自己心里头的心力 跟地藏菩萨的妙顶 不可思议的微神力结合在一起 所以才能离苦 离掉一切优悲苦恼 那么你所求的愿望都能满足 不仅如此 还能够安置你升天涅槃之道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gart 몸地藏王菩萨 Lammo地藏王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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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